为感谢去卫兵中 这位秦北沙等航南地消责报 救救来来的男主 议事是航南边缓冠有求婚 事后起婚在电话开情 应去附近民众驾驾 用警方报案 那伊林报案指称 在水林乡 这个叶上海KTV 有人开枪知识 那既调查无性嫌犯 以他人有财务求婚 那在店内 有人发生口角心声不满 这个持改造手枪 朝这个店外的马路 设起一发后离开 那本分级 最后报案立即侦办 查后无性嫌犯 持有这个改造手枪一把 还几发后 但可一颗 军记了解公司南主 被吹到后 有向警方心灵 开情放案 所以在要交出秦记时 近年想空想胖 起出家庭要麻烦过关 后果在城邦安保署 对调查为发生机重经验 当中发现 一开始的话 他是用一支 这个玩具手枪 来门混过关 但是因为现场有发现一颗弹壳 那最后他才就是无法机器隐瞒 以后才真的把这个设计过的枪枝交出来 近方只出因为险凡提出家庭时 近百万元净粗无减杀 发现来免床有阻碍 均匀没法开情 最后公司南主 才开出真正烦爱的青鸡 近方又发现这支青鸡有很大的危险性 这支有涉及过的改造手枪 渐渐有杀伤力大 原先他拿出来那支玩具手枪 那比较没有杀伤力 这些危险的青鸡 后果在被近方顺利查到 不仍然有可能造成 禁家座的老伙暗净 最后今晚在小姐部 放暗开情的险缓 也依照愚犯 沁袍犯犯这些条例 既三发断 既下李家山 彩虹报道